聽媽媽的話 別讓他受傷 沒有錯 周杰倫聽媽媽的話 贏在起跑點 真的有比較好嗎? 最新的研究證實 一萬小時定力的刻意練習 在AI時代 將會被淘汰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樂部課 我是水風刀 沒有錯 這一集 月說書第202集 我們要講的書就是這本 跨能之神 像是非常厲害的企業家CZ 推薦的書那裡面都有這本書 跨能之神 顛覆一萬小時打造天才的迷思 最適用於AI的成功學習法 這本書我可以說是經典中的經典 算是顛覆了我非常多年 說書的一些重點知識的一個顛覆 包含刻意練習 包含一萬小時定律 大家都知道這兩本書賣得多好 多少人看過這兩個定律 可是這本書即將來顛覆這個觀念 而且他說 在AI時代 你所能做的 AI可以做的比例更好 那我們要怎麼破解這個在AI 現在我們遇到的困境呢 沒有錯 就是 費米思考法 我們今天要來講到重點 今天我們就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在這個AI的時代 用費米思考法來戰勝AI 那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先來講一個故事 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講一講 體壇界的兩則故事 第一則故事 大家應該有聽說過 在這個故事之中呢 這位男孩的父親呢 早早發覺兒子與眾不同 男孩在六個月大的時候呢 竟然能夠站在父親的手掌上 維持平衡 居然可以在他很小的時候呢 就可以揮動那個 他爸爸給他打造的 小高爾夫球桿 後來呢 他爸爸覺得 天啊 這男孩才三歲 居然也會學會 高爾夫球的 殺堪救球法 哇 我兒子 到底是多麼的厲害啊 那這位男孩呢 果然 當真被很多的媒體記者報道 他在那一年的加州的球場呢 男孩以48桿完成了9個洞 高於標準桿 僅11桿 男孩在4歲的時候呢 其實就會打高爾夫球 而且打的成績是非常的優異 那這名男孩究竟是誰呢 就是我們首支的 第二則故事呢 你大概應該也會知道 這個人是誰了 那這名男孩在小時候呢 周日可能跟父親打打臂球 滑雪 圈擊 游泳 滑板 玩很多像手球啊 網球 桌球等等 甚至還會踢足球 或學羽毛球 日後呢 他卻認為說 欸 因為他早期有接觸過 大量的各式各樣的運動 所以鍛認出了運動能力 跟手腳協調性 他什麼樣的運動呢 都能夠碰 只要有球 就OK了 有球就可以薪資薄薄 雖然他的母親 在角網球 卻不想給他練球 他母親說到 他總是會惹我不爽 他都用一些稀奇不愛打法 從來不規矩的把球打回來 所以他媽媽覺得 啊 這樣很沒意思 所以呢 這對父母 從未強行逼迫他要練什麼球 而是循循善有 那這個孩子呢 在十歲出頭 開始對於網球 有格外濃獲的興趣 這個孩子呢 無疑是對於網球很在行啊 當他的網球教練 決定把他調回去 跟更高年級的球員對戰的時候 他卻要求教練調回去 因為這樣才能夠 跟他的朋友一起打球 畢竟有一部分的樂趣 是在上完音樂後 或拳擊課 之後可以跟朋友玩在一起 最後呢 他終於放棄其他運動項目 專注在網球 而且在他35歲前後 明明以借許多的 傳奇網球巨星的退球年齡 他卻笑傲網譚 獨佔世界第一寶座 這個人就是 我們熟知的 費德勒 沒有錯 這兩個故事 就是兩大體壇上 非常知名的冠軍啊 在2006年 老虎舞姿跟費德勒 算是首次見面 兩個人算是如日中天啊 舞姿搭私人飛機 去看美國公開賽總學賽 那費德勒很緊張 但仍然贏得了比賽 連續抱得三年的冠軍 他們也算是有一起慶功 他們也是很快就結為朋友了 愛爭論誰才是 打遍天下無理手的王者 他們兩個的歷程 非常的不相同 像費德勒跟老虎舞姿 根本就是不能比 舞姿的成長過程 可以堪稱是 專業的暢銷書的典範 他父親甚至還寫了一個 育兒手冊 告訴你從小 要如何栽培自己的小孩 舞姿在很小的時候 他不只是打打高爾夫球 還經過努力補懈的 刻意練習 也就是一萬小時定律的那種苦練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一萬小時定律 你要專精在任何一個領域上 你一定要透過一萬小時定律 你才有辦法成功 講到我們的刻意練習的代表 老虎舞姿可以堪稱 雖然是代表人物 越少練習成就越好 證實了這件事情 放眼望去呢現在的學校教的都是什麼 你要盡早的增加你的競爭力 你要及早的去練習 刻意練習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必須要加強雙樂話才行 盡早起步 而且耳熟能像典範都像 莫札特從小都彈鋼琴 索克伯從小就在那邊學coding 所以像這種都是我們很常見的一些 成功定律 那麼在一項研究調查裡面 顯示的沒有錯 頂尖的運動員 確實比刺激的運動員 刻意練習時間會比較多一點 但當研究人 檢視運動員 從兒時開始的整個 運動生涯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表 WOW 頂尖的運動員 起先呢 通常會花很少的時間刻意練習 在日後的時候才專精運動的效 反而呢 經歷了研究人所說的 抽樣階段 也就像費德勒一樣 接觸各種形形色色的運動 通常是經過了一個 漫長無計畫的嘗試 沒有任何的一個目的性 最後建立各種運動的能力 明白自身的能力和偏好 才投入特定項目 全力練習 甚至呢 在很多的一個研究論文前是呢 一向頂尖運動員 通常有幾個特色 就是 延後專攻 是成功的關鍵 沒有錯我們可以看到 頂尖運動員 居然是需要 多元嘗試 玩起步 才是自身之道 那為什麼我們會一直想要說 我們在起跑點 會過度的專業化呢 其實這類過度專業化的題上呢 有時候算是一種 龐大的行銷機器 成功推波助然 但是它的利益是良善 卻影響我們 在學習的道路上呢 偏離原本的正軌 多少人呢 一開始是直接決定了一個專業 就一直埋頭苦幹下去 一輩子呢 就在這個領域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研究顯示 在科技領域提出創新發明的人 往往是多方涉略與投入 主動捨棄深度而取廣度 從而提升創意 不像其他人只專攻一個領域 所以這件事情完成顛覆 我們從小認為要專精 要越早訓練是越好的 亞洲虎媽這個稱號 我們在以前是一個美稱 周杰倫媽媽的方式 居然被顛覆了 現在呢 學習本身最好慢一點 知識才能扎根 雖然會衡量立即學習成效的 考試上會有點不佳 但換言之 最有效的學習 會看起來非常缺乏效率 尤其是在這個高度變化 不確定性的時代上面 過度專一 專業分工呢 居然會引起 個人分別做出核心核心的舉動 整體上卻口釀成災難 就有點像是那句名言 你手上有垂直 什麼都像是釘子 像是介入心導管的醫生 探習慣靠心導管解決胸痛問題 不適合的病例 也想要用心導管來治療 一個研究發現 在美國心臟醫學會議舉辦期間呢 數以千計的心臟科醫生不在醫院 心臟病患的死亡率反而下降 這個原因可能是因為這段期間呢 較少進行效果不明的常見手術 大家聽到這邊應該會覺得很驚訝 這個世代呢 更需要的是 有廣度多元跨界的人才 而這樣的人呢 是最能夠挑戰AI的人 經驗和熟能生巧是兩回事 我們常常說 薑還是老的辣 真的是這樣嗎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呢 俄羅斯的西洋騎手 加里呢 或許是史上最佳的西洋騎手 你如果問他說下一部騎要怎麼下 他可以直接根據以前看過的模式 幾乎是憑直覺就可以看見起步 那根據調查呢 消防隊的隊長也有八成的決定 也是出自於直覺當機地段 這背後是根據多年的經驗 去觀察火焰的變化形式 馬上做出一個判斷 那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 非常有名人的快思邁想作者呢 他也是利用劫思與偏誤的模式呢 去了解我們是怎麼進行判斷 康納曼居然發現 許多經過高度訓練的專業人士呢 時常根本沒有從經驗來受惠 經驗大多不是帶來熟能生強 卻造成自信過頭 閉門造句 我們可以看到在眾多的領域上面也一樣 大學校方呢 對申請者的潛力進行評估 或是說 精神科理醫師對病患的表現進行預測 或是人之部門呢 對於求知者的表現呢進行推估 全然不會因為經驗而有所退身 這些領域因為是涉及人類的行為 相同的模式不會明確出現 所以經驗和收能生強是兩回事 優勢可以看來 下棋高爾夫球不是通力 而是特力 什麼意思呢 在一些特殊的領域 確實可以用科醫練習 來增加他的經驗 達到專家的等級 可是這個世界不是這麼運行的 所以這些領域算是特力 這些領域呢 其實很受直覺模式辨識的影響 就是我們俗稱的和善的學習環境 因為相同的模式一再出現 相應的結果一清而出 急求和下節基本上就是照著規則左右 有明確的界定範圍 結果立刻的清晰可見 類似的動作反覆出現 這很符合科醫練習的定義 符合一萬小時與人在起跑點的苦練 而康漫漫的研究呢 卻研究出來相反的學習環境 就是我們說的不善的學習環境 在不善的學習環境中 規則是模糊不切 辨識度不易達成 相應的結果並不明確 也不見得會及時顯現 在最不善的例子中呢 經驗口試得其反 磨練多年的本事 罪易被AI取代 所有我們會做的事情 機器比我們做得更好 所有我們人類能做的事情 AI都比我們做得更好 那我們到底該做什麼呢 這邊就要來講到一個故事 1997年呢 IBM的超級電腦 昇蘭和世界奇王卡斯帕洛夫呢 展開了人工智慧與人類的終極對戰 結果昇蘭打敗了卡斯帕洛夫 昇蘭每秒能夠計算量 一起不雖然只佔 可能起步的一小部分 但足以打敗最強人類的奇王 如今呢卡斯帕洛夫說 你連你手上應用程式呢殼呢 都比我奇異還要精湛 他殼沒有言過起始 我們能做的事情呢 機器合理我們做得更好 我們可以發現 電腦真的太會計算了 所以在戰術上殼說是萬物意識 人類根本沒有辦法批底 不過呢 在1998年卻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 卡斯帕洛夫這個人呢 就覺得 那種如果我們人家電腦 一起來PK的話 會出現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他就舉辦了一個 人機一起比賽的西洋級大賽 由他自己親自出嘛 戰術的部分由電腦代勞 戰略的部分呢 則由人類來主要去專注在這個上面 這就像是老母子和其他高手 用高爾夫球電玩一覺高下 他長年的反復練習 居然派不上用場 比賽的重點竟然變成戰略思考 而對戰術上執行 所以呢卡斯帕洛夫說 他跟以前4比0對手對戰 如今兩個人卻戰神了3比3平手 電腦消敏了他在戰術上的優勢 他在這件事情上呢 由人類負責戰略 他反而棄封第一手 不像以前打得這麼順利 後來呢 由兩名棋手搭配三部電腦 不僅打敗最強的超級電腦 九頭蛇 也贏過特級大師加電腦的各隊 卡斯帕洛夫說 獲勝的隊伍的棋手 最善於指揮多部電腦檢視方向 再由檢視結果呢 統整為整體戰略 人機合作的隊伍又稱為半人馬隊 展現了從古至今最強的棋力 除去多年訓練的模式辯論的本領 人反而能夠發揮更加的表現 我們會發現呢 西洋騎大師跟鋼琴的挺尖大師呢 一旦遇到沒有規則性的東西呢 就開始出現一些變化了 他們都仰賴重複結構 所以這件事情是容易被電腦所取代的 人工智慧非萬能 人類也可以反敗為神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這部影片吧 就是我們的阿發麗柔呢 跟我們的人類最強騎王對戰 對戰人超多人呢 還是打贏了 AI真的要取代我們人類了嗎 但是呢 我們可以從半人馬隊的啟示成立 涉及宏觀戰略越多的話 人類反而能夠著墨的更多 之前有一款遊戲叫星海爭霸 這是一款即時的戰略遊戲 然後這個遊戲涉及非常複雜的決策 多過於下棋 它可能有這個戰場要顧 有刺探要做 有建設要規劃 有地景要勘查 有資源要蒐集 全部環環相扣 在2017年說 電腦居然很難在星海爭霸上獲勝 就算一時半刻贏過人類玩家 但人類玩家具備長期調整戰略的能力 後來也會反敗為神 因為思考有很多層面 人類算是在每個層面都算是非常的糟糕 但對於各個層面 大致有了解 有辦法加以整合協調適應 那這下就厲害了 所以呢 我可以說是人類在所有的部分 都比AI興色 但是如果提到整合能力的話 那人類還是比較強的 聽到這邊不可能有沒有覺得 啊 鬆一口氣了 我們不會被AI完全的淘汰 不用這麼緊張 人工智能在月專精的領域 反而可以比我們人類做得很好 那如果我們現在還用傳統的 盡早學習培養專業領域 這樣的一個方式繼續學習的話 我們就會被這個社會淘汰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最成功的專家 不只專精 還能夠觸類旁通 當然有些領域 就像是西洋系 高爾夫球 是透過大量的專精 去練習這個直覺的 然而呢 我們會發現 如果今天你突然在這個裡面 去改變了規則 高手居然會比一般的小白 還來得更慘 假如說今天一個經驗 老道的筷器師出現 請他們去做一個 心碎法額的Coach 竟然程度不如小白的筷器師 算得精準 所以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 非常厲害的教授 叫做艾瑞克唐恩呢 就稱這個現象為 認知好哥 我們要怎麼避免這種過度專業而形成這種認知好鉤 或是你原本就是高手 但是卻形成這樣的認知好鉤呢 唐恩的看法跟一萬小時定律居然是背道而馳的 在領域內呢 大幅的更換挑戰 而且要一隻腳跨在外面 在科學界有一項有趣的一個調查 全球頂尖研究機構的學者 遠遠更可能投入業餘愛好 像是我們的這個諾貝爾獎得主 尤其是如此 譬如說呢 相較於其他學者 諾貝爾獎得主的從事業餘活動 非常的多 演戲、舞蹈、魔術或其他表演的比例 居然高達22倍 那全球頂尖的這個機構學者呢 也遠比其他一般學者呢 更可能投入音樂啊 標科、繪畫、版畫、木工、技工 電工、玻璃催液、寫詩、寫小說或其他創作 我們可以看到 最成功的人 居然是左右開工 眼界遼闊 所以呢 這件事情也呼籲了 Apple電腦賈博士著名的演講 他提到 舒法克對於他的整個設計美學 期待力非常大多 如果我沒在大學旁聽舒法克 邁星塔電腦就不會有各式各樣 字體和雲稱的字型 我們要回到這個非常厲害的一個心理學專家 康納利呢 後來呢 研究發現日後成功轉職的人 在職場上早期受過廣泛的訓練 追尋了主要的專業之際呢 仍然對於多個職場跑道持開放的態度 不是始於窄窄的單行道 卻是開在八線道的高速公路 他們有視野 擅長把一處的知識用於筆觸 不拘一格 觸類旁通體發揮創意 避免認知好勾 做到心理學家奧格斯所謂的打破回路 憑建跨界的一個經驗與知識 跳脫不復適用的既有解法 之前解決那個Netflix野傳法的問題 竟然是某一位數學爸爸跟他女兒解出來的 居然不是影視業的所有的人 同力可振嘛 就是說另外的領域跳進來 反而你的創意程度會是越高的 這個時代已經不是專才的一個時代 而是先廣後生 我們可以繼續假裝這個世界 就像高爾夫球或西洋棋一樣 因為這樣讓我們比較舒服嘛 我們只要白頭骨幹 及早練習 專注 刻意練習 練一萬個小時 我們就可以成功 但是我們都知道 這個世界就像我們在火星上的網球賽一樣 沒有任何規則可選 所以呢 現代人怎麼會對於成功這樣子的迷思呢 到周古如何程度呢 教育不能只教專業 要培養抽象思考力 這邊就要講到書中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我們根據研究調查發現 現代的智力測驗呢 基本上是新一代的人比舊一代人越來越高 前代人真的比我們現代人還要笨嗎 其實並不是這個樣子的 他們現在發現說 問年輕受試者 黃昏和黎門的相同之處 他們也許可以立刻知道 這兩個都是在指時間 而且遠比他們的外婆呢 更可能給出境界答案 兩者都區分了白天和黑夜 根據這個瑞文測驗分數的提升 我們會知道現在的孩子呢 遠比以前更能夠解決陌生的問題 更擅長發現規則而合模式 所以呢也就是說 我們現代人不是比前一代人還要來聰明 而是在於抽象理解的能力呢 是比較高的 比前代人高出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按照我們現在社會上發現 概念分類的科學眼光 讓我們的認知會更有彈性 而現在會有所謂的這個百分比啊 一些抽象的概念 這個詞呢在1900年的時候 在書裡面是全部找不到的 在2000年呢 約莫每5000的字會出現一次 所以呢現在我們都很擅長去處理一些抽象的概念 現在的工作呢其實都需要處理旁通 把知識應用到新的狀況和領悟 我們現在的思考方式已經完全的改變 在這個日益複雜的世界裡面呢 我們不能夠依舊有傳統舊有的模式 還得推導新的方式 概念分類帶來彈性 把知識靈活運用 大家會想到說 欸那現在概念分類的眼光這麼重要 我們卻發現一個重大驚人 發現就是 學業成績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竟然不成正名 我們會發現說呢 當頭腦的知識應該是月區匡廣的 但這個社會上呢 卻叫我們走上專業的路 甚至到高等教育也是這樣 美國啊各個學校都是這個樣子 做得非常的不好 人人都需要跨領域的思考方式 哥倫比亞大學就提出了這個名詞 就叫做 以運算思維為多元思考工具 就像我們的瑞士刀一樣 大家知道瑞士刀吧 基本上就是用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你現在這個世界 不需要美工刀 不需要水風刀 就是需要瑞士刀 沒有啦 也需要我 我至少幫大家講書嘛 所以呢 這邊我們就提出了 廢米思考 靠廢米思考 憑有限的知識拆解問題 沒有錯 這邊就要來提到 廢米思考法 我們首先問 不可能一個問題 紐約有多少個鋼琴調音師呢 好 大家這邊可以按暫停呢 然後有個三秒時間 去想一想 美國有多少的鋼琴調音師 好的 三秒鐘到了 大家都有回答出來嗎 這樣的問題呢 我們就叫做 廢米問題 為什麼呢 物理學家廢米呢 時常得靠這種概率的估計 協助解決問題 那這些問題最大啟示在於 重要的不是你背的知識 而是你的思考方式 如果你今天說 我考這個的時候 毫無頭緒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能有一萬個 可能有兩萬個 或是你可能從來沒有 回答過這樣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概念性的問題 作者這邊呢 就憑一些 僅有的知識去拆解嘛 比如說 知道紐約人口啊 多數住小公寓的 這個單身人士 家中大概沒有擺鋼琴啊 多數的朋友呢 家中大概是 一個到三個的小孩 那紐約有多少的家庭 多少比例又會有鋼琴 鋼琴多少要調一次音 調音需要多少時間 一位調音是一天能夠 去多少的家庭調音 一位調音是一年工作幾天 個個估計不必到 非常的精準 但最終卻能夠得到一個 還蠻合理的答案 所以大家知道怎麼回答了吧 如果你大概有個概念 你就懂得去 從一些局部 拍劫問題 去推算出 喔那大概 在這個地方 會有多少的 鋼琴調音是 沒有錯 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假裝說 這個世界呢 就像是這個 夕陽系大師 跟消防員 需要問題一成不變 今日就像明日一樣 他們可以憑藉的經驗 把舊事做得更好 但是遇到新局的時候 卻束手無策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這個世界日益的變化 重複的工作呢 反而容易被AI的機器人所取代 懂得概念新思考 觸類狂透的人 才能夠脫穎的出 沒有錯呢 我們這一集的說書 因為這個書 實在有太多的精華 我會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因為它真的蠻多的 所以我大概會拆成三四集 來跟不可能去講述這個書 因為我覺得這本書 它提到的概念跟應用 有點顛覆了我們以前提到的 1萬小時定律 刻意練習 以及我們以前說的 專業化路線 它顛覆了我以前講的很多東西 又算是自打臉啦 打臉我自己啦 重點是呢 1萬小時定律的 這個格拉威爾 是我最喜歡的作作 然後它也出來 讚加這本書 對 被你推翻的好 大家就知道這本書的重要性 這本書 我們接下來會有下一集 跟大家講解 怎麼樣 超越AI世代 怎麼樣的一個學習法 可以打破 1萬小時定律 讓大家敬請期待我們的下一集 那你今天約人嗎 若你喜歡這部影片 請傳給身旁 只會專一技能 又很害怕AI的朋友們 那就這樣分享 訂閱按讚 訂閱關注我們 掰掰